来自各地的16组原住民青年 穿着自己传统服饰 一同唱出2003年 抗击SARS公益歌曲手前手 原民青年们发挥音乐创作能力 重新编曲这首歌 同时融入鼓调跟主语 让听觉与视觉都能创造新的感受与震撼力 用歌声疗愈正在面对疫情紧张的国人 不完成疫情 但是还是可以用歌声连在一起 然后又互相鼓励 因为看到那个不同的版本 警察版本 然后还有林俊杰艺人版本 一定要来出个原住民版本 发起人延恩惠指出 手牵手这首歌在网路已推出许多版本 不少网友跟粉丝 也一直在敲碗等待原民版本的出现 在一番讨论后 由他的工作室统筹 陆续邀请歌手出声 前后花了14天完成之作 那个影片里面的歌手 基本上都是原住民孩子之前 有投稿跟唱歌的 从编曲然后录音demo 然后给歌手 然后再请歌手录音 收集影片剪辑影片 连那些空拍画面都是原住民 他们自己提供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蛮紧凑的 所以我就推荐我自己 因此就被邀请参加这个原住民孩子的大合唱 其实蛮开心可以和不同族群的朋友 一起用歌声去为台湾疫情加油 这首被重新诠释的歌曲 很快就在社群网站引起构名 原民青年用音乐产生的正能量 邀请国人吸手对抗病毒 带来的混乱与恐惧 原始新闻无数物流台北市采访报导